请问署长会来开会吗 今天的进度有打算要讨论什么吗 平准案协讯的第五天 每天是很关心早期 也有协议中国的团队李教育 也来到协讯的协定 国家希望说这个事情可以完完结束 但是万劳出现为了关闭令对委的度 说对中国也是要打开这样 如果没有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还顺着人力有限 段宜空说这陈董的过 中国渔民就不敢再来抓虚 这他们去关闭令的保安 说这是人贼很贼 仅仅两个人的胜皮就不对 搞我董罪的状态人在刺激 段宜空也说 这价格也价格太过不成了 表示说已经保安 其实万劳要言真多 这个压平是在说 中国的团队塞进乡要弄台湾的团 也说今天早期金融会问的海民 台独十多只团要弄海巡署的团 报告要开始了 这也是假的 如果反抗就开枪 如果反抗的话就开枪 其实这是离空离空的三个分 金融海巡对会当金融官的火虎 收拾在收金融宾那边那里 进行 成都希望的作业 当时有十多借 中国快天 超过概算 年要穿过来 顺风天就对天顶 大宿家庆祭 把他们走动 把他们晒出去 想不到说 一个平准的事情在协商的时尊 有人公布这段压扁 就机会製造相逢的对立 民視新闻综合博德